泰森弗里闭嘴 全民也想让泰森弗里闭嘴 那我们就来吧 来嘛比赛 张志雷已经拿到和乌锡克的强制挑战权了 为什么他不去研究乌锡克 总是隔空喊话泰森弗里呢 有没有自个打 能不能打成 能不能打赢 这是这几天小伙伴给我最多的话题了 话题这么多 我还想一起做完它 这故事有点长了啊 还有这几天小伙伴给我封了一个半仙 第一真的没有打眼睛 第二真的启用了右手K 其实道理很简单 哪来的仙儿 你听老张这么说的吧 其实没有怎么太瞄眼睛啊 而且从一开始你就掌握了比赛的节奏 瞄眼睛只是个幌子 我知道他忌惮我的尘头 害怕我再打他的眼睛 他防守的是这样去防的 他不是这样去防的 然后但是他这样去防 然后这边困了 然后我背后白去 是不是和我说的一个思路 这和抓不抓业没得大关系 只是很简单一个道理 好再听听 我非要挑泰森复理 因为他一直在讲大话 没有付出行动 然后所以要让他闭嘴 你老小子又不实在了 泰森复理的大话说了很多 这不重要 没有付出行动是对的 乌西克就曾经说过 你泰森复理打前十的对手有几个 这一句还找了一个没打过拳击的人 那指的就是纳盖诺了 他在嘲笑泰森复理就是个怂货呢 这些拳王说些挖苦的话 说些大话 那都是很正常的 为什么张蕾就不能说 很多人就评论了 说老张低调低调 低调个毛线的低调 首先最新排名 目前张蕾排名第四 除去乌西克一个超级皇冠拳王 那他的上面就是 泰森复理 维尔德 约书亚了 约书亚基本废了吧 维尔德有些战斗力 但目前什么状况 不详 但老张事实在这摆着呢 目前假想敌 就这两位怎么低调 我倒认为老张有点保守了 要是我 我就说你泰森复理 四包屁股 凑玻璃 撒大个 哇操 整个大裤衩子盖上了 是不是 那也四包屁股 行了 先说第一个话题 怎么不愿意和乌西克打 首先 乌西克身为三冠王 他有IBF的强证挑战者可以打 有WBA的强证挑战者可以打 那你WBO的什么时候打 看我心强 第一 遥遥无期 第二 收入知名度 远不如和复理打 第三 打不赢 你还憋不服气 复理和乌西克比赛 快比回两年了 复理明着说是分成不均 其实复理就是必战 评估没有过 打不赢 为什么打不赢 一会儿说 第二个问题 和复理能不能打上 咱们看复理是怎么说的 从中有没有啥信息 说张之磊非常危险 这是实话 这老头叫弗兰克沃伦 张之磊的老板 他说如果你复理 不想和张之磊对决 那你就退休吧 再加上一个元老级任务 阿罗姆的推荐 还有张磊身价的提升 反正从排名到商业价值 基本条件全够 那他复理能不能接招呢 我们怀疑够呛 咱们站在复理的角度 诶 先说说这画面吧 之前我就调侃过 像复理 维尔德这类的 都属于大升空类 你别看着很吓人 如果你细研究 比如这场比赛 你就把维尔德 和咱们老张来对比 你会发现 维尔德大轮大摆 视觉冲力看着很好 但是你要从技术角度来讲 他远不如老张细腻 差多呢 他每一次被揍 都是大轮摆过后 你第二动作 没有出来之前 也就是说复理 每次抓的就谁空脑 揍着他 形成太大 复理提前就有了预判 什么拳头伤人呢 出其不意 只有你没有防备的冷拳 才能干倒对手 想想张之里的拳头 算不算冷拳的一种 而且拳头还非常有冲突力 好处太多了 幅度小 这证明空张也少 咱不是说张磊 一定能打败复理 但对复理来讲 他是极其危险的 就让这个复理 单单的考虑危险性 和老张打 弄好被KO 和吴希克 顶多是点数败尾 我估计他得算张了 和吴希克可是统一战 那收入基本拉满了 和你张之磊 顶多是正常收入 此时肯定有人会想的 那么老张不行 那跟维尔德能比吗 纳夫里多厉害呀 之前还说 这乔议斯牛逼大去了呢 什么不败的帕克 什么不败的杜布瓦呀 那全是乔议斯手下败将 那怎么了 一番战我就说了吧 乔议斯不行 有很多人他不分析 就看着这边战绩乱走的 首先就比如看这场比赛 这是乔议斯和帕克 那乔议斯防守不好 出拳又慢 那帕克是屡屡得手 前手后手 但是你就是干不到乔议斯 你说帕克拳头不中 那KO率极高 乔议斯是很抗揍 以往的比赛 基本是用脸防守 但没有一个人能把他KO 但在张蕾面前 只需一拳 这说明什么呀 张蕾的拳头 极其变态的重 这不是吹捧 你得用脑子啊 对了还有问题 为什么说 都打不赢乌西克 这个乌西克呀 你也跳啊 但是你会发现 重量级的灵魂没有了 所以我说他打重量级 那就是一个非主流 但是你又干不掉他 你就闭眼睛和脑子想 富里和张 不行啊 我说呢 现在的拳击啊 和九年代 泰森他们那种玩法 完全不同啊 就比如这场比赛 我之前也讲过一回 富里和这个对手啊 叫瓦林 很多人都不认识 包括我的也不认识啊 和维尔德 暗战之前的一场过渡赛 什么叫过渡赛呀 就是找一个软狮子 捏一捏 平平安安的 等着下一场大战 哪成想差点没翻车呀 那你要注意 这个瓦林就是个左撇子 块头也不大 全速也不算快 那怎么就能把富里 干得头破血流 打满12回合呢 之前各路专家 预判了两回合结束的比赛呀 那是你瓦林太厉害了 是你高看你太三富里了呢 对了大伙点点赞 抠几个字什么呢 往上推一推啊 这条视频流量太不好 这也是我这个十来分钟 很少人能看完 所以说这个弯步率不够 所以今天我说的什么意思呢 什么事你得研究 你得思考啊 你像太三富里 维尔德这样的拳手 危险吗 厉害吗 厉害也危险 但绝不是你想象中 那么厉害 那么危险 有很多有实力的拳手啊 是没有好的推广 走不出来 不是说他没有实力 作为张智利来讲 他肯定要打最顶峰的那位呀 熬到现在多不容易 能够我要回去和二流三流去打吗 所以他隔空喊话 泰森富里一点毛病都没有 因为他完全够格 至于输赢 打上了就算赢 别说还有赢的几率 因为这丰厚的奖金 和一个冠军帮女 上一战 打个乔伊斯 那就一千多万人民币到手 如果能打上泰森富里 不说过亿也差不多 所以这是张智利 抓着富里不放的原因 首先完全有资格给他打 第二 和他打上 不管输赢 都是名利双手 现在这道选择题 就得给泰森富里了 看到怎么做选择了 按照富里以往的风格 他还会得拖就拖 保住前往头衔 打一场赚一场 实在到了 必须做选择那一天 他认可和乌西克 打统一战去 在风险中做决定 他会选择高收入 这是我对他的判断 我还有个愿望和异想吧 就是让维尔德 一顿大访问拳 把乌西克打回小级别 然后让张磊 把泰森富里 号称吉普赛国王那个王冠 扔进垃圾桶 然后这维尔德和张磊 你俩也不用决一词穷 各自战山为王 不服的你攻山头了 那这周亮尼 可好看得不得了了 但是 可但是啊 下班吧